第五代一块到一百块的 Ajistaha钞票 一般上马来西亚新手 刚开始都会选择这钞票来收藏 都说是新手喜欢收藏的钞票了 而新手对钞票的要求也很简单 那就是便宜又倾接的钞票 如你也有这样的要求 那你可能会面对今天祖节一样的下场了 今天拿着拐杖出门收购钱币 这位卖家是收藏钱币有一年多了 他WhatsApp联系我已经是两个星期前的事了 当时他说我开的价钱太低不能交易 不过经过他问了不少的人后 他才知道我给的价钱是最高了 所以就这样我就和他交易了 在和他交易时我们闲谈了关于收藏的一些事 我才发觉他连品项也不会看 他在WhatsApp告诉我那些品项都是卖家讲的 怪不得我在检查他那些要卖给我的钞票时 大多数是洗过压过的钞票 哎呀 原本想再减点价钱 但因为他也亏着卖他的钞票 最后我也不忍心再减价了 由于他是在钱币借最高峰时入场 所以他的确也买贵了 再加上不懂得看品项 他付了更高的价钱 尤其是又买了这些洗过压过的钞票 这也让他要亏更多的钱了 所以还请那些还不懂得看品项的新手 要加油了 快快学会看品项吧 哈哈 如你有意购买这一套钞票 可以WhatsApp012-429-2447 谢谢 谢谢 银行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哪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前卖家平的品项是没破没烂没动 这些钞票的品项借以Verify到AEF 问你敢不敢买